就是說他主要是因為他這種豪宅 通常豪宅是這樣子 你要買車位 而且你一定要買兩個車位 因為通常都是豪宅 你怎麼可能只有一台車 你要兩台車嘛 所以他一共是 因為他是買兩戶 所以他一共要買四個車位 然後買四個車位 一個車位是935萬 所以一共是車位乘以4 就是3700萬 為什麼車位那麼貴 那這935萬打破台北的紀錄 台北最貴的紀錄是在 黃翔玉區 原本一個車位要883萬 那也很扯 有錢人買豪宅 這樣個買法用掃的 好我們來看最近一個 被披露的一個消息是 我們的曾馨營砸了6.24億 買兩戶豪宅 直接就是現金交易 然後他的停車位更厲害 他這個停車位 他那兩戶他買四個停車位 這四個停車位要價3700萬 有人買停車位 買到跟豪宅價錢一樣 也非常厲害了 好那麼到底 我們曾馨營買這樣的房子 那他到底郭家人 到底還有多少房子呢 問問世同哥 對沒錯 最近主要傳出一個首席公館 這個豪宅 這在哪裡 豪宅在哪裡 我們知道新一路一般 我們知道 新一路101在比較偏向 靠另外一邊對不對 但他這個是在另外一邊 也就是說新一路 這個豪宅 大家都是在靠近101那一邊 但是他是在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他是在新一路的 松仁路跟松晴路那邊 那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朋友去看這附近的房子 他本來也想買 那朋友就叫王志玉 亂講 但是你知道 他這一戶為什麼會揭露出來 就揭露說有一個真姓的女富豪 他買了他用現金買了兩戶 他是兩戶打通 然後用6.24億買下來 那單瓶換算的話是245萬一瓶 那大概是跟目前的這個 這個市場的這個價格差不多 那另外就是說 他主要是因為他這種豪宅 通常豪宅是這樣子 你要買車位 而且你一定要買兩個車位 因為通常都是豪宅 你怎麼可能只有一台車 說對 你要兩台車 所以他一共是 因為他是買兩戶 所以他一共要買四個車位 然後買四個車位 一個車位是935萬 所以一共是車位乘以4 就是3700萬 為什麼車位那麼貴 那這935萬打破台北的紀錄 台北最貴的紀錄是在黃翔玉居 原本一個車位要883萬 那也很扯 對 那你想說你這個車為什麼那麼貴 你到底是為什麼那麼貴 所以我跟他講 如果你有去參觀過豪宅的地下 這個車道的話 它下去就是凋樑化洞 有了還有藝術空間 然後這樣一路 停車場 對 有藝術空間 而且有的停車場是還有冷氣的 然後你下去之後 開下去之後 他們可能都有專門配備 譬如說你的停車場裡面來說 你的位置裡面 可能就有充電器 什麼都有架在那個地方 甚至還有停車場 會蓋的類似是一個門 一個房門這樣子讓你停進去 車庫這樣的感覺 所以他們的設計其實是相當不一樣的 所以跟我們一般想像中停車場 畫一格一格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他們裡面有非常多的設備在那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會這麼貴 那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他們都是平面車位 不可能說豪宅跟你用機械社會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們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好 那這個為什麼會 因為真姓女富豪 那因為他的這個負級騰本 這個地址寫的是新義富邦 所以說那一定就是真姓女 對不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他們目前就住在新義富邦 對 那這個郭台銘董事長 有六戶的這個住宅 那另外一個他在2011年的時候 買了這個2.6億買了五樓 所以他等於是一棟了 他們就那一棟都快被他買下來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他就是喜歡這樣子 那他現在 那你喜歡整棟都是你自己家 你為什麼不自己蓋一棟 那個不一樣 你自己蓋跟人家 你的品味或是人家 沒有人家的這個知道怎麼蓋 這樣子 隔行如隔山 對 我這樣一個情形 那我們到郭董來說 他目前為止人並不在台灣 他們目前全家都到捷克去避暑 拿到哪裡到捷克的這個古堡 我們曾經聽講過非常多次 他十多年前就買了這個古堡 這個古堡原本是要送給他的前妻 林淑儒的 所以這個名字叫Serena Castle 這個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那當時是用10億買了這個古堡 那這個古堡在捷克的波西米亞州 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他又花了100多億 把他整建 因為那是古堡買下來是舊的 那我們講 事實上有錢人除了這個 買房子不眨眼之外 有錢人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習慣 我們都說千金難買好鄰居對不對 他們就說既然沒有辦法買到好鄰居 我就自己來當我自己的鄰居 譬如說像元大一品院 他這個地方很 我們到元大一品院是靠近 這個我們博外特區那邊 對 然後有個住戶他有14樓 他就覺得覺得不開心 好像可能他覺得地下 常常有人在給他敲他的樓還是怎樣 他說我要買13樓 總價是3.2億 3.2億沒有貸款 另外一個就是西華富邦 西華富邦就是在這個 我們要大直美麗華 這個就是張忠謀 對張忠謀董事長 這個萬豪那邊 他有飯店式管理 那常常有富豪這個打包 因為他是一層樓兩戶 所以他把兩戶都買下來 都買起來 這樣電梯直到我家 直到我家 這樣for我的VIP 那當然就是說吳達院 吳達院就是陳泰銘買了8戶 這裡面還有一個蔣東俊 蔣東俊就是以前菁英的董事長 他在這邊他也買了7戶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 幾乎都被他們兩戶買光了 對 然後另外還有尹遠良 尹遠良的這個兒子 他買了買到這個松韜院 因為這個本來他自己蓋的 尹遠良是買在頂樓戶 那兒子是買到四頂樓戶 所以等於是兒子跟老爸住 樓上樓下 對 那這個是在植物園那邊 所以大家可以去 如果有經過可以去看一看這樣子 到底為什麼會賣這麼貴 好 那我們直接講 如果你真的有錢的話 如果買不起豪宅沒關係 你可以去租豪宅 你可以當這個郭董的鄰居 譬如說像信義富邦 這個有一個五樓 他五樓他真的旁邊 就是郭董的房子 那這個就是租的 對 租的 他可能這個那個戶主 可能那個那個屋主 可能不在台灣 他就想讓我租出去好了 那因為租來說 這三十五萬 然後大概是這個一百九十六坪 有含兩個車位 三十五萬 那我們大家集資三十五萬 去住一個月 當郭董一個月離居 那種房子不可能讓你租個月 為什麼 他都要讓你譬如說年租 而且你要獲得住戶的同意 你才能夠租 他們那種都是這樣 豪宅都是這樣 你一定要經過住戶的同意 你才能租 不是隨便阿貓阿狗 還要去面試是不是 對 還要面試 甚至有的房子你去看你還要先繳一些 所謂訂金之類的 你要先繳這個所謂的 你的所得證明才能夠租 這種豪宅不是能夠亂租的 那譬如說好 你假設說 我不要租這個新義富邦 我租其他的 像秦美樸增 秦美樸增就是在這個 大安森公園對面 對不對 在捷運公共上面 他月租最高六十萬 那文華院來說是五十二萬 那華顧的這個天柱 是四十五萬 如果你真的有 真的買不起豪宅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去租租看 或許你可以想辦法 去租這些豪宅 來見識看看 好 所以我們看到豪宅的世界 這個大開眼界了